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西25号证实 伊朗正在建设一座新的核燃料浓缩工厂 萨利西说由于纳坦兹核设施面临外国危险 伊朗决定兴建第二处核设施 以确保油浓缩活动不中断 据法尔茨通讯社报道 伊朗最高领袖哈密内伊的一名助手26号表示 伊朗的新核设施将很快投入欲影 对于伊朗刚刚被曝光的新核设施 伊朗民众大多表示支持 其实在伊朗的库姆油浓缩工厂 被正式曝光的四天之前 伊朗就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通报了这座核设施的相关情况 伊朗为何主动通报新核设施的消息 这个消息为何在联合国大会 以及匹兹堡峰会期间曝光 背后的缘由议员关注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伊朗在21号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信中 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 新的油浓缩工厂将提供5%的能源份额 二 目前尚未有核原料进入该工厂 三 更多的细节将在合适的时候披露 半岛电视台分析 伊朗之所以这样做 首要目的在于拓展它的油浓缩计划 并在国际框架下更好地实施七核计划 其次 伊朗试图在核领域内获得更多的权限和更大的自由 打破西方国家在核方面的特权 另外 伊朗想要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 它有能力面对国际社会的压力 有分析认为伊朗之所以要在与六国展开核问题磋商之际 摊开库姆油浓缩工厂这张牌 是为了在谈判桌上赢得更多的主动权 但这样做也面临着可能遭受更严厉制裁的风险 据纽约时报网站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早就摸清了伊朗第二座核设施的情况 它靠近什叶派盛程库姆 位于伊朗革命卫队掌控的一处军事基地内 可装配大约3000台离心机 规模远小于装有8000台离心机的纳坦兹油浓缩工厂 但是伊朗最近获悉 美英法三国已经掌握了库姆油浓缩工厂的情报 抢先向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了相关情况 原本握在手中的底牌被伊朗新揭开了 这使得美国十分被动 法先生认为西方国家一直对库姆油浓缩工厂严守秘密 却在联合国大会和G20峰会期间 这一不太方便的时机爆料 这不能不让人猜测 西方国家可能由于伊朗向国际原子能机构 坦白不得已采取了紧急措施 伊朗在面对西方新一轮制裁威胁时 是否会屈服 或许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的话 能间接给出答案 卡扎菲25号在接受美国《时代》周刊记者采访时说 利比亚曾应美国要求与伊朗和朝鲜进行联系 鼓励他们放弃核计划 得到的回答是利比亚放弃了核计划 利比亚从交易中得到了什么好处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菲 25号在匹兹邦表示 中国欢迎